哈喽,大家好,我是Lily 现在我在四川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我之前在重庆大概待了一个星期 吃很好吃的 重庆真的好多好吃的 然后我们就忍不住多待了一段时间 不过鉴于在重庆待了比较久了 所以在后面坐了河山之后 我们就前往了四川 我们是昨晚大概7点钟来到了四川的芝阳市 目前是在一个公园里面露营 看我周边的环境 这边就是四川芝阳的乐志县 这边的公园还蛮大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周围的停车场 晚上停车是免费的 而且最多白天收费只收到5块钱 看这旁边还有一辆房车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露营点 所以有不少的自驾的车友 就会过来这边露营 面前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车 大家看到就感觉有点乱了 这下面行李箱 还有我们的餐具之类的东西都在这下面 这旁边这一辆房车应该是白天早上的时候开过来的 好大的一辆C型的房车吧 应该是C型不是B型 然后旁边这边的车啊 我们就特意的把车停到了两个车的中间 现在这辆车就在这了 哎呀妈呀好乱的里面的东西 哎呦姐姐还在车里面玩着手机呢 躺着玩手机 因为今天下雨啊 这两天都下雨 我们从重庆离开了之后 结果来到了四川就开始下雨了 这重庆其实也下了大概三天到四天的雨吧 但是后来又有两天不下了 所以我们想趁天气好出发吧 结果来到四川它又开始下了 而且这边滋阳市这边好像连续这两天都是要下雨的 我们打算在这个公园露营个两晚 然后接下来就往成都方向走 哎呀想想成都又有好的好吃的 哎呀开心 真的在重庆这里也有很多好吃的 所以我忍不住在重庆又多待了几天 而且呢重庆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景点 还有他们的一些比较奇特的建筑 所以呢我就哎呀趁着那一段时间不断的去参观 再加上哎我去游玩和回来之后 我终于跑到解放杯附近去吃吃喝喝 每天都要来一碗冰粉 爽啊太爽了嘿嘿 哎呀想想真的是很开心 不过呢我在重庆好像貌似有点长胖了 这个接下来可能要少吃点减肥 嘿嘿嘿嘿 这边是公园里面的一个湖 这个湖不是特别大但也不算小 早上的时候还发现有一些大叔过来这边钓鱼 然后还有一些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过来散步 环境还是很宜人的 看这边 这里有一座塔 然后从上面的梯 不梯一直下来走下来 也蛮累的哦 不过能够充分达到锻炼的效果 我刚刚算了一下 从我们出发大概26号还是278号 出发从广西玉林一直往北开 大概也经过了将近一个月 才从广西到了四川 不过我们真的是好慢呢 可能在某一些网友面前觉得 你们哪每天就是扛着汽车走的是吧 每天走那么慢 但是我们是每天就是玩过来的呀 在经过一些景点或者一些比较好玩的 有景点的城市我们可以停一下 顺便去玩一下呀是吧 我们是去玩又不是去赶路对不对 所以呢接下来可能我们要去四川 也要在四川境内再去看一下有没有好玩的地方 再多待一段时间 想想还是很爽的 真的我来到了四川这边我真的就觉得 怪不得他们会有那种什么巴士德版 巴士德版就是特别舒服哦 就感觉这个周围的环境啊 哇真的 四川四川真的是一个天府之国 就那一块区域整个都特别舒适 而且发现来到这边 这个春天特别明显啊 像这周围 周围 这些树啊 绿意盎然的 像我们那边可能 就没有那种感觉就是 呃 绿叶 长新芽的那种 就所有 所有的树木啊 所有的花啊 花草啊 就那个春天没有说特别明显 像我们南方 夏天比较长 而像这边我这感觉 他们的四季都很明显 像现在春天就很明显 整个路啊 开在路上 那个车一直开过去 旁边啊 花花草草啊 哇 青葱的那种感觉 爽 真的很享受的 我感觉 嗯 出来自驾游吧 看看不同的风景 还是很好 而且像北方这边 四季都很明显吧 其实我来北方 我特别想看的是秋天 我很喜欢看那种大森林 然后秋季的那种感觉 嗯 感觉就很爽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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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了这个公园一小圈 感觉特别舒服 可惜今天下雨 不然我等一下就要爬山上去了 可惜了 不过真的是还是很喜欢 因为这周围绿意盎然的 我喜欢植被多的地方 特别是那种森林 森林城市 森林乡村 感觉特别的心旷神怡 会很舒服 我真的感觉四川 重庆 尤其是四川这边 这个境内 这个公路 这个森林真的好多 植被 植被树木真的好多 好舒服 好了我现在准备要去逛一下超市了 然后去超市买点零食什么的 然后今晚回来再煮个面 就结束今天美好的一天了 好了 那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 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吃好喝好 早点休息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 哎呦哎呦哎 嘿嘿 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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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